传国玉玺在我的手中 我就是皇帝 天下皆听命于我 宇文化吉在易沙洋广之后 自己登基做了皇帝 而他登基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分封宇文家族的人为朝中重臣 宇文成都 儿臣在 封你为泰国武安王 谢父皇 宇文是吉 臣在 封你为丞相 谢皇上 就在他分封家臣时 突然有人来禀报宇文化吉 说重反王 没一个接收封王诏书 而且还有几个当场斩了派去的钦差 这让宇文化吉极其恼怒 算了算了 不受封就不受封 只要他们一日不骚扰我 我还做我大许的皇帝 当即就下令宇文成都 将扬州 金河 平州 这三处的兵马召回洛阳 稳定东都 可话音刚落 就有人跑来禀报 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太原李渊大军 打着为阳广复仇的旗号 正往铜关进发 什么 宇文化吉一听顿时大怒 李渊你这无耻之徒 比我反的都早 这不是贼喊捉贼吗 当即就下令 让宇文成都带兵出战 宇文成都则好奇 对方是谁在挂帅 一听到李渊霸三个字后 宇文父子都皆是一愣 当即就询问宇文成都 是否有把握对抗李渊霸 宇文成都也是叹了一口气 表示只能死守通关了 看来宇文成都是彻底被李渊霸打怕了 还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有着李渊霸在 宇文成都根本就不敢出门应战 面对在下面不停咒骂的李渊霸 宇文成都只能让弓箭手发射箭雨 将李渊霸给赶走 并打算坚守通关死守不出 眼见到宇文成都拒不迎战 李渊吉在仗中焦虑不已 李渊霸更是气愤地将铁锤砸在了地上 怎料大地瞬间破裂 军师刘文静蹲下身来 看着地上的裂缝 仔细地端详一番 心中立马就有了功成的妙计 快点挖 我们不能让其他反王节足先登 从现在起 我们要加班加点 昼夜不停 是 与此同时 另外的瓦钢重将 与十八路反王汇集到了一起 开始商议如何进攻通关 而唐军这边 已经快速地挖好了地道 然后由李渊吉忽悠李渊霸 一会儿从这儿钻到头 到了城墙外把门打开 就能看见那个用剑射你的那位将军了 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比武了 太好了 三哥 那我去了 说完就直接跳了下去 在李渊霸的帮助下 李渊吉的大军很快便攻了进去 宇文成都本想趁乱逃走 没想到却被李渊霸逮个正着 宇文成都自知不是李渊霸的对手 两人大喊一声冲向了对方 就这样 大随第二好汉宇文成都 死于李渊霸的垂下 随着宇文成都战死 各路返王绕国同关 直接杀入洛阳 并约定谁先找到传国玉玺 谁便是当今天下的皇帝 宇文化吉为了保命 将传国玉玺留在了皇宫之中 然后独自带领亲卫准备逃跑 可没走多远 却被罗承发现 宇文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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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承兴奋地追着宇文化吉 毕竟对方的人头 可是自己提亲的聘礼 一枪将对方拍落马下 罗承翻身下马 一步步地逼向宇文化吉 我求求你了 老夫 你同事儿子 宇文家族 就剩下老夫一个人了 直接挥舞着银枪 将对方的头颅斩下 另一边的战场上 李密在五虎将的帮助下 拿到了传国玉玺 正当他沾沾自喜 自己即将成为反王之王时 忽然李元霸从天而降 李元霸 别伤害我主公 李元霸 你要干什么 把玉玺给我 李元霸将重达四百多斤的锤子 直接压在了李密的胸口上 台下的把刚中将也都是慌乱不已 冲上去想要解救 怎料却激怒了李元霸 大吼一声 直接挥起了雷骨梦金锤 砸了下去 把肩不可摧的石桌都砸得四分五裂 你们都是神仙叔叔的朋友 我不想和你们打 走 追下 追下 真真命要紧 好在看到了秦琼的面子上 要不然李密 恐怕早就被锤成了肉泥 王世冲见玉玺要被夺走 赶忙吩咐手下上去抢 见此情形的袁霸更是一怒 直接跳入了人群之中 挥舞着双锤 开始大杀特杀 一时之间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直接将不服气之人锤得稀巴烂 这也让观看的瓦钢众人目瞪口呆的 这群能争善战的各路反王们 被李元霸锤得是毫无还手之力 无论他们曾经的武功有多高强 在李元霸的面前都是不堪一击 此时的元霸越杀越猛 异常兴奋 无比的欢乐 待李元霸解决完众人 李元吉几时出现 并笑呵呵地朝着朝里面走去 李元吉 你看看你们李家做的孽 难道你还想把所有的人都杀光吗 李元吉轻蔑地笑了一声 直接将他推开并向李密走去 李密 皇上是使我者为俊杰 还是交出玉玺 面对血洗大殿 元吉接过玉玺 坐在龙椅之上 开始号令群雄 这种感觉真不错呀 你们听着 我命你们明天交出降书 向我三跪九寇 从此效力于我大唐礼驾 让各路反王对大唐俯首称臣 不然的话 就让李元霸杀得他们片甲不留 李元吉大获全胜 率军返回长安 然而此时天上突然电闪雷鸣 将众人给吓了一跳 三哥 是谁这么厉害啊 前面有人挡到 他知道你是天下无敌大将军 所以不服你 想跟你挑战呢 还有人敢跟我挑战 他是谁 元霸见到这天雷如此厉害 就想要一较高低 而李元吉也要开始坑李元霸了 在他的一阵叫缩下 李元霸也来了脾气 当吉手持双锤 来到了山顶之上 举起手中的锯锤 就对着天空骤骂 而根据小说的描述 这叫元霸雷轰归神位 只见闪电瞬间铺满了元霸的全身 一声巨响之后 元霸顿时被化为鸡粉 随唐第一好汉李元霸就此殒命 见元霸被自己坑死了 李元吉顿时就慌了人 立即下马前去查看 此时山坡之上 哪有李元霸的身影 李元吉也知道自己闯祸了 当吉就威胁刘文静 不要泄露此事 刘文静无奈只得听命 待李元吉返回长安后 将重返王的祥叔交给了李元 李元大喜 当吉就准备好好犒赏自己的两个儿子 可是在人群中找了半天 却不见元霸的踪影 李元吉见状 害怕泄露实情 当即就站了出来 随便找了个借口回答李元 李元文言目瞪口呆 由于伤心过度 当场就晕了过去 李世民去探望老爹 半路遇到了刘文静 他想起之前朝堂之上 对方的异样 便刨跟问底 询问元霸的死因 刘文静只好说出了实情 李世民得知真相怒不可遏 从此对李元吉深恶痛绝 另一边的罗程 成功追杀到了宇文化级后 便与大部队走失了 此时的他已经是油尽灯枯了 这个男人要将手中的人头 送给心爱的姑娘当作聘礼 这时的他已经几天几夜 滴水未尽 虚弱地躺在地上 只见他缓了口气 费力地撑起身体 缓缓地走向了自己的战马 说完之后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爬到了马背上 而此时的冰冰 从他二哥口中得知 自己心爱之人追杀宇文化级去了 并未和大部队一起归来 冰冰在得知之后 急忙跑到了城墙 望着远方 等待着心爱之人的回归 罗承 你给我回来 我在等你了 罗承 你要是不回来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此时的罗承趴在马背上 正所谓老马识途 在没人引导的情况下 战马将罗承驮到了金堤城 将军 是罗承 快开门 开门 快开门 徐茂公急忙赶来 为他检查身体 善冰冰得到消息匆匆赶来时 徐茂公已经为罗承诊断完毕 没事的 只受了点皮外伤 他现在昏迷不醒 可能是疲劳过度 付点药 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你的意思是说 他很快就会醒来 嗯 众人也都松了一口气 只是让众人不解的是 罗承一回来 就用手抱着腰间包裹 这包裹之中 还不断地渗漏着鲜血 本来我们想打开 看看到底是什么 没想到 他却冻出大人 一旁的咬巾想要一探究竟 直接上去要抢下带血的包裹 谁知还没抢下来 就被罗承给打了 哎 混了还要打人呢 还打得那么疼 也不知道他这是什么 被咬巾这么一闹 罗承也被他给吵醒 将腰间的包裹递给了冰冰 这是什么 欲文化妓的人头 冰冰听后被吓得退到了一边 可作者的善二哥却一下子愣了神 正正地看着包裹走了过来 接过包裹 看着手中的人头 笑意不止地涌上嘴角 看了一眼罗承并没有说话 只是认可一般地点了点头 随即便走出了门外 哎 二哥 我跟你去 我们一走吧 见此情景 其他人纷纷失趣地跟了出去 只留下了冰冰和罗承独处一事 面对着善冰冰的关心 罗承再次化身为情圣 冰冰也彻底被这个冷面含腔的真诚所打动 与此同时 李世民得知元霸去世的真相后 瞬间火冒三丈 他直接找到李元吉一顿训斥 可谁知李元吉非但没有内疚 反而从来就没有把李元霸当成兄弟来看待 依我看 分明是你存心不良想害死亲生兄弟 话别说得这么难听 元霸之傻 连父亲都不当他是儿子 若不是他能打仗的话 到现在他还是动物一样被关在笼子里 你 为了这样一只动物 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你说知道吗 你这个畜生 居然还说出这样的话 我没你这个兄弟 二弟 身为大哥的李建成赶忙拉架 这让李世民失望至极 扭头就走 大哥 大哥 你看看 你看看在什么态度 你还想怎样 难道你想让我变成元霸一样 李元吉被大哥对得不敢出声 另一边 冰冰带着罗承找到二哥 想要向他提亲 二人都是很忐忑 不知道怎么开口 就在这个时候 二哥主动说道 我们的恩怨 就此一笔勾销 哥 一个女孩子 最重要的是找一个 爱她的人 我看得出 我的妹妹 已经找到了她的幸福 罗承文言喜出望外 直接跪下拜谢二哥 罗承与冰冰的相恋之路 终于走到了婚姻 时间飞快 很快就是冰冰与罗承的成亲之日 取到梦中情人的她 是满面春风 而不久在将来 瓦刚也即将迎来巨变 使得众人都分崩离析 好了 精彩的下集 我们明天接着再讲 喜欢太史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 太史在此 先行拜谢了